11月20日,武汉汉口江滩卢迪迎来圣花期,一望无际的卢迪花随风摇曳,微微壮观。 这片卢迪主要分布于武汉长江二桥上下游一带,连绵近6公里。 在城市中心地带,能有如此大面积的卢迪丛世数少见。 每年秋季圣花期,这里成为市民打卡游玩的热门景点。 当天记者在汉口江滩看到长远两米的卢违与滩地齐宽, 游客穿梭其中,卢违高处人头,在扑朔迷离的卢违当中,游客恍若进入了时光隧道。 2019年年初,汉口江滩修剪了1999.18米的关卢步道, 与关卢战道互相连通,赏卢违的游客们可以随心游走。 不管是拍照还是说我们三部我觉得都是很适合的, 都特别是风吹起来的时候,就感觉比较飘渺一点点嘛, 然后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。 除了供游人观赏外,卢迪当还能改善水质, 古滩宝滴,蓄红调控,也可以作为鸟类, 两栖动物,昆虫和底栖动物的栖息地, 也是国内城市少有的大面积生态湿地。 每年10月底至12月中旬,都是武汉汉口江滩观赏卢化的好时节。 在城市中心地带有如此壮观的卢违丛, 这在中国大城市中绝无仅有, 已成为武汉一道漂亮的景观线。 目前,武汉江滩逐渐成为展现城市文化风貌, 满足市民公共休闲的都市冰水空间。 根据规划,武汉两江四岸江滩建设总里程约101.59公里, 除17.4公里的天津洲江滩外, 其余江滩计划2021年全面建成。